白沙豚拱翁天高 白沙豚拱翁天高 我來啦 終於來了 這是我一直在夏里 可能每月幾乎是一關 夏米哪裡 香港人 好謝謝 謝謝不打擾你工作 謝謝 好謝謝 上回提及到 Shell的途步環島旅程 由新竹出發 早餐吃了鐵板麵蛋餅 去完覆完花生醬表白之後 就繼續邊走邊吃 由新竹城王廟走到頭睡 最後經西部崩海快速公路 途步都瞄律後龍鎮的大山車站 我是Shell 今天是12月18日 星期六 我又回到大山車站 紅禽日比 今天天氣好很多 今天是有藍天 昨天真的太大風了 天氣又變冷 所以今天呢 我就變了一件厚的長袋出來 我希望就算走到晚上 也不會太冷 今天剛好放正的路口 所以剛才也看到一些轉走 現在我又回到大速公路 台六和一號 有啟開我拍攝的你 是不是很難得我今天 沒有再穿那件 白色底 花花點的衣服 相信大家穿那件衣服 都能看到 特別有人留言問我 是不是沒有錢買衣服 就算了 對 我倒在這點 會不會太大 那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旅程里面倒数第二天很重要的野气点 一直走在西部崩海快速公路上 都会看到这些巨型白色风力发电机组 原来是因为东北贵口风很强劲 所以这一带西北沿海的特色就是风车了 现在我也不太明白 有分左边和右边的路 所以为什么要先下去 它们是同一条路同一个方向 为什么要走到白沙团这里这么重要 超幸福今天有白沙团妈祖的神众和我一起走 哇 超热闹啊这里 我是不是真的还要吃肉丸啊 是因为我淘宝环岛旅程出发不久 第三天刚刚好就碰到白沙团妈祖进香 我就可以和信仲一起走过西罗大条 当时是我人生第一次初体验这个宗教活动 所以在我淘宝环岛临近尾声的时候 我能够亲身走来白沙团拱天公 对我的旅程是相当之有意思 白沙团拱天公 白沙团拱天公 我来啦 终于来了 之前我做定功课的 来的摆沙团拱天公 除了想入廟看妈祖之外 我还想看有什么好吃 首先这个绿豆碰是必吃的 还有老板他好好送了蛋糕给我吃 哇 这里很多人啊 这里 来到啦 来到啦 是时候找个位置 坐下 吃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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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有人推荐要吃 应该半天吃不了这么多 所以要选拱东西 吃点东西 走来拱天公 后面 3.100元 就要个 芋头 要个虾 然后就要个 一枝葡萄的这个 这个 这个芋头 这个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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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里附近了 住大甲的人 有福尿 大连炸虾旁边 这个就是香巴巴 香巴巴 香巴巴 是中国东北地区 传统的小食 外面包了一层特调的面粉 之后 下锅油炸 内馅是猪肉 和葱 这个做法 有点像台湾的 香港的观众朋友 如果想看 Cherl吃台湾的 客业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两条影片 哇 好厉害 超帅 要切开 这个是虾卷 红猫嫩豆花 我加了10元 要二味鲜奶 还选了综合圆 即是地瓜圆和护圆 这里总共台币60元 黑豆花是添加了炭粉制作的 和白豆花一样带有酒香 护圆QQ 超好吃 加上鲜奶之后 不算太甜 很适合我口味 因为一个人 吃三个炸的 再吃了一件 咸蛋糕 很大件 再吃了一碗豆腐花 那就饱了 刚才不离开豆腐花 舖头之前 老板就不知道 所以我说加油 好啦 多谢你 开灭 其实是滋味的 如果我没看到 有点噢 有点噢 service 然后 東厘 北洋 台湾 有点噢 非常了不起 我忘了 早次 自從剛才離開了白沙園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搶走 今天真的太大風了 雖然我穿了很多衣服 但是吹到好像有點頭痛 然後我更快 我們左腳腳板 左腳有一點疲態 之前也很少試過在那個位置 不知道發生什麼 所以我必須縮展今天的行程 今天就走到遠慮就算了 本來打算今天多走一點 下次在旅途最後一天 就可以走短一點 但是今天有點苦 狀態不佳 其實不太舒服 所以最後一天就要辛苦一點 通宵開水入場 通宵發電廠 對啦我現在其實就是通宵了 通宵 香港人說通宵 例如上班通宵 就是工作過夜 就是做一整天晚上 就是做到明天早上 去到通宵時退之後呢 我就會走去通宵神社 今天其實我背著大骨囊 裡面呢是有裝到 航拍機 空筷子 那呢 海邊就應該看不到航拍的了 因為我實在太大風 可以試一下在神社附近 行低飛 飛一飛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 完成之後呢 我要將我的航拍機拿出來 你看看 單單我用肉眼 在來平地高一點點的路面那邊 多漂亮 來到了 現在已經5點了 太陽快要下山了 所以要冷 畢竟大家都 一年多兩年我去日本了 來到這裡 是不是好像去了日本的感覺 我當時我是醉莎 我明白我現在穿了 水粉 我自己做了 我做了一整個日子 我一直做錯的事 我一直在做不好的事 我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這樣做了 我已經想像是 在這兒 我已經想像是 我這邊回來了 i'm so sorry but i'm not able to slow 離開行車了 讓大家看 還有這兩天 我應該不會再釣他出街 又是超美的晚霞 哎呀 左腳真的有點痛 可能要 隔下隔下去軟裡 有時候如果你問我旅行 會記住什麼景色呢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在旅行裡面 我挺深刻的不是一些景點的景色 可能是走在路上的景色 例如走走走走走 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田 我會覺得 這個田我沒見過 又或者走在某個地方 黃昏 晚霞 都會令我很印象深刻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要去哪個牌打卡 好像剛才那樣 上完神社下山 看到 這個晚霞 空宵的街道 我覺得很美 很令我覺得深刻 當然 如果天黑 什麼都看不到 我走在路上 我覺得很不同的是 陪了我一天的天空 和一直變換的街景 如果不同的是 會不會隨時感受在這個景色裡面 我不知道 你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隨時走 10分鐘 可能今天我要過半天 終於到了 但是 有點痛到 真的要急著急著走 天啊 我又沒有弄傷你 為什麼會突然間 啊 還有它的筋呢 它底的筋呢 不知道是不是 筋膜呢 超級痛 我感覺不到 這次讓你的筋 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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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遠淚車站了 這個小時真的越走越晚 因為 隔著隔著隔著的 終於到了 不過呢 被我發現呢 今天星期六剛好有遠淚夜市 所以我決定要去夜市 彼此 叫人 祝闖 求選擇 只能 看 這對 是 做 多厲害 不小心 icos 只能 解決 啊 你們 你們太可愛了吧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 恭喜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